我们在网上经常能看见这样一种理论 那就是购买或者建造了足够长的平顶两栖攻击舰的国家 基本都是潜在性威胁 因为它们的两栖攻击舰可以通过在舰手增加滑跃甲板的方式 来使得两栖攻击舰摇身一变 变成轻型航母或者叫准航母 但火力君要说这样的推测完全是天方夜谭 至于为什么本期视频揭晓 轻型航母或者叫护航航母 是一个二战时期开始兴起的概念 相比起排水量更多 换来更多载机量和更多装甲的正航 轻航的好处是它的吨位较小 所以制造周期较短 在战时方便于大量制造 因为航空母舰的本质就是海上机场 所以这个机场只要可以起落飞机 那么只要其停泊能力不是个位数 这个海上机场就具有使用的价值 而轻型航母就是这个思路下的产物 在二战中盟军制造了相当多的轻航 其中有独立级 卡萨布兰卡级 以及伯格级等著名的型号 而且这些轻航在反潜 护航运输等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在二战后 由于喷气机和弹射器的使用 这对于轻型航母来说是压倒性的打击 因为喷气式舰载机的着陆 必须拥有较长的跑道 而弹射器则需要大量的舰手空间来安装 一来二去之下 即使是轻型航母也轻不了多少 于是轻型航母就淹没在历史的海洋中 但这时英国人冻起了脑筋 在1956年 英国将两艘半人马级轻型航母 HMS-B雷号 以及HMS-RBN号 改装为了所谓的突击航空母舰 其上搭载了由旋风和梧桐两型直升机 组成的实验性直升机突击队 在夺取苏伊士运河的火枪手行动中 这些直升机突击队 完成了人类历史上首次不沾水的垂直登陆行动 而随后 1961年8月服役的USS LPH-R硫磺导号 成为了人类历史上的第一种两栖攻击舰 或者也可以根据其舰种名为LPH 将其称为直升机着陆平台舰 不过这还没完 在1966年6月 HMS-B雷号上面搭载了一种特殊的飞机 它被称为豪克希德地红笋FGA-1 这些飞行员们惊喜地发现 这型飞机可以垂直起飞或者着陆 这也就意味着 原本因为甲板起飞距离过短 而不再适用于航母角色的HMS-B雷号 可以重新拥有起降喷气式战斗机的能力 而这型红笋FGA-1 则因为摇G-R1垂直起降战斗机的原型机 而被试人所熟知 通过对红笋FGA-1以及摇式G-R1的实践 英国人发现 虽然轻型航母的甲板长度过短 不足于起降F4鬼怪2这样的重型舰载机 但是SVTOL飞机也就是摇式 在这种甲板上运作却不会有什么大问题 而这恰行弥补了一种不足 因为在19世纪60年代的最后一年里 即便是科技程度一直遥遥领先的美军 在垂直登陆行动中 部队能所获得的唯一支援 也就是两栖攻击舰上搭载的武装直升机 当时的AH-1眼镜蛇武装直升机 其5倍过于轻量化 地面部队能获得的支援 大概是7.62毫米机枪弹幕 40毫米榴弹 火箭弹 以及20毫米炮在内的一系列组合火力 这些就是当时AH-1能挂载的全部武器 而一旦遇到敌人坦克等重武器 或者是遇上碉堡这样难啃的骨头 那地面部队一定会伤亡惨重 自求多福 所以怎样让垂直登陆的部队 获得更重量级的火力支援 一直是一个大问题 而遇至亚一的出现 就弥补了这个最大的短板 劳斯莱斯飞马MK101赋予了这种飞机 在两栖攻击舰甲板上起飞的能力 并且它最多可以搭载4000磅航弹 可以一次性摧毁多个坚固的目标 而更戏剧化的作用 则要看大洋彼岸的苏联 1970年 雅克夫列夫设计局 拿出了苏联人自己的垂直起降战斗机 雅克38 虽然都是垂直起降模式 但雅克38和遥至亚一的设计完全不同 雅克38的垂直起降模式 通过机身中部两个小发动机 和机身后部可偏转喷口 垂直向下的发动机 来实现垂直起降 而遥至亚一则通过 劳斯莱斯飞马MK101的四个 可偏转喷嘴来实现垂直起降 可以说雅克38并不是抄袭 遥至亚一的产物 相反 它拥有苏联人完全自主的知识产权 和遥不同 雅克38一开始就是重型载机 巡洋舰1143选损项目的配套飞机 而这种重型载机巡洋舰 还有一个另外的名字 被称为基辅级航空母舰 苏联人认为 异形可以搭载飞机的巡洋舰 首先可以驱逐第一反潜机 为几方弹道导弹和潜艇 创造可以发射核导弹的安全区 其次搭载的垂直起降战斗机 还可以执行反潜对地打击等多种任务 于是苏联人真的就弄了异形 不过比起西方分类的航母 火力军觉得将其称之为 苏联原位的重型舰载巡洋舰 更合适 因为基辅级的设计 首先是一条巡洋舰 然后才有一个飞行甲板 这点倒是不难看出 毕竟这艘所谓的航母上 搭载有8枚可以对驱逐舰 以及毕命的SSN-12 沙箱重型反导导弹 这种火力 让其不想被称为巡洋舰 都很难 似乎以雅克38和姚志亚一 为代表的SVTOL战斗机 都可以让轻型航母 获得和二战时一样的对空 或者对海战斗能力 从而让轻型航母的荣光再现 但事实真的是重要吗 飞也在雅克38首飞不到一年 1970年12月21日 一旦海上拦截传奇 F14熊猫 就进行了它的第一次首飞 这种可以携带六枚 AM54不死鸟 在60千米外 击落目标的重型舰载战斗机 是毫无争议的 海面上空的霸主 而基辅搭载的雅克38 有什么能力来对抗这型战斗机呢 不好意思 雅克38的机翼下 只有可怜的四个挂点 但是这四个挂点 全部都无法挂载空空导弹 雅克38全身上下的对空武器 仅有基辅中轴线一门 没有对空的弹道结算的 且备弹只有160发的 GSH-23机炮吊舱 可以说雅克38的对空能力 比二战末期的M1262只少不多 即使是大洋彼岸的窑 也是一种没有雷达的 垂直起降多用途战斗机 对空战斗能力 比雅克38只好了一点 除了两门腹部的 30毫米阿登MK4机炮之外 还能携带四枚 SRAM红外制导格斗弹 当然这种配置和没有 也没什么区别 别说遇到F14熊猫了 碰见上个时代的F4鬼怪2 也是个被雷达 中矩弹爆杀的下场 虽然1970年代有了熊猫这种 战斗力绝对碾压垂直起降战机的 重型舰载战斗机 但是现代轻型航母的梦 还是可以做一做的 毕竟在海军舰载机领域 只有美军的F14一家独大 虽然可以发射雷达制导中矩弹的舰载机 还有一种F4 但这么一来二去 即使摇势再不堪 也是一个三流水平 至少还有雅克38这个丢人挽热垫底 属实算不得太丢人 但很快英国人就要笑不出来了 1982年福克兰群岛战争爆发 英国人需要组建特遣舰队 远征福克兰群岛 HMS竞技神号和HMS无敌号 作为英军手中为数不多的航母 即刻开服战区 各位肯定也发现了 在两型航母舰手 都有这被称为华越甲板的驻飞装置 这倒不是因为这么设计好看 而是英国人发现 自家的垂直起降飞机的性能 大跌眼镜 航母上的海摇 在最大起飞重量时 需要滑跑约300米 是一艘半竞技神号的长度 如果垂直起降 那么海摇只能携带 最基础的红外制导格斗弹 以及一勺油才能飞得起来 虽然华越甲板可以向上抛弃海摇 但是它也只能勉强怠慢对空挂载 更要命的是 劳斯莱斯飞马发动机 汉称油老虎 携带四枚AMR AM 两门阿登机炮 两个190英质加伦浮游枪的对空挂载时 即使有滑越甲板 海摇也需要130米的滑跑距离 并且也只能在100海力防空圈上 停留一个半小时 在整个福克兰群岛战争期间 英国皇家海军和皇家空军的 摇氏战斗机 只完成了对地火力支援的任务 而无法完全负担舰队防空圈的护卫工作 虽然这个结局其中有一部分的原因 是因为英国皇家海军缺乏舰载预警机 导致摇氏战斗机无法根据AEWC的引导 准确拦截目标 但这并不是成为海摇表现吸烂的借口 摇氏糟糕的续航表现 导致了舰队需要根据敌情压力 来决定防空轮班 而这样一来 整个远征舰队只在摇氏起飞的时候 拥有暂时的制空权 这和绝对的制空权 有着相当程度上的区别 甚至可以说 由于摇氏无法夺得马岛上空的绝对制空权 直接导致了阿根廷空军通过空射飞鱼导弹 击沉了HMS谢菲尔德号和SS大西洋运输者号 垂直起降飞机的性能由此可见一斑 在美军使用垂直起降的F35B型 代替了自己的AV-8垂直起降战斗机之后 轻型航母这一概念也就被再次提出 同时也有一个专属的新名字 那就是闪电航母 但是闪电级航母真的能和尼米兹福特级一样 为舰队撑起一片天吗 火力军的答案是不能 先别着急惊讶 因为有些观众可能会因为火力军 解说过闪电航母 而对这个答案有些诧异 不过这个答案其实并不难理解 首先闪电航母最大的问题就是载机量 以美国级为例 其F35B的标准搭载量为6架 最多也不超过20架 而福特级的战斗机机载量 是美国级的一倍还多 更少的飞机意味着更差的抗损能力 如果在高烈度对抗中都算是10架飞机 对于福特级来说 只损失了20%的战斗力 而对于美国级来说 则损失了50% 其次美国级并不具备弹射能力 F35B起飞需要以短距起飞模式 同时开启生力风扇和发动机 再跑到尽头才能起飞 而这样的起飞方式毫无疑问 无法让F35B使用最大的起飞重量 更不用说F35B还有生力风扇的死重 来挤占原本属于油料和弹药的重量 然后美国级的甲板布局也会相应的产生问题 由于两栖攻击舰设计多为全通甲板设计 而F35B又需要再跑到尽头起飞 所以这就导致了正常情况下 美国号一次至多只能放飞一架飞机 而这需要清空全部甲板才能实现 而福特级拥有4条弹射器 在弹射器放飞纪律 即留出备用弹射器的规定下 福特级依然可以使用剑手两条弹射器和一条斜角甲板弹射器 同时放飞三架F35C 并且弹射型F35C还可以携带比F35B更多的油料和弹药 这样一来美国级的劣势就更大了 更不用说福特级可以通过依次弹射的方式 清空部分甲板留给舰载机维护 而美国级一旦开始放飞或者回收F35 整条甲板都要被占用 即使是临时挂弹 也需要前往右弦舰桥前方的临时停放点 而无法在左弦进行作业 维护工作更是要将F35社会机库才能开始 这也就意味着 闪电航母一旦开始高负荷高压运行 就要像中途岛海战的日军航母一样 再放飞回收舰载机以及加油挂弹之间决策 一旦决策失误 后果会相当严重 最后闪电航母虽然有相当程度上的局限性 但这也并不代表它一无是处 它的最大依仗就是F35B的先进性 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四种正牌五代战斗机 其中两种还是美国设计的时代 F35B即使拖着生力风扇的死众 但对很多国家连四代半技术水平都没有的战斗机来说 依然是降位打击 AMU-20可以轻松的在试剧外就粉碎一个小国的空军抵抗 所以在目前的非对抗作战态势中 闪电航母依然有其现实意义 但是如果有人真的认为 一艘两栖攻击舰加上滑越甲板 就可以当作真正航母来使用的话 那火力军只能说 梦还是要晚上走来的好 好了 这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还有需要补充的 欢迎发在评论区和大家一起讨论 我是火力军 咱们下期视频见 我们下期视频的观看